我根本就没有傻豆白鱼 我没有傻的 都是陪同 陪同这个老八蛋 有我女儿威胁 我才让我这么说的 我给你讲一故事 有一个小姑娘 她爸爸是一名警察 常年战斗在第一线 没有时间管家里 她老婆也因为这个事 就跟她离婚了 她一边工作 一边把这个小姑娘拉扯大 就在这个小姑娘 十四岁那年 她因为办案意外离世 我们到现在 没有查清楚 她死亡的真相 这件事情 就成了这个小姑娘的心结 也成为了她的动力 她立志想成为一名检察官 要查清楚 每个案件背后的真相 就在前不久 她终于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她办理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你的案子 猜到了吧 就是那个被你诬陷的检察官 那个检察官叫林岚 对于萧萧 林岚可以说是 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你知道吗 那天庭审过后 她回到检察院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单位里的同事 给萧萧筹集医疗费 尽管几个小时前 你刚刚在法庭上诬陷过她 她说因为她相信萧萧 所以也相信你真的是个好父亲 别再说了 但是刘栋你要知道 做一个好父亲 绝不仅仅是给孩子留足够的物质 那么简单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 让萧萧的心中充满爱和希望 可你又留给她什么了呢 刘栋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好父亲 你现在还有机会 林岚有句话让我带给你 她说无论什么原因 你诬陷她 她在心里都选择原谅你 是因为她相信 你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女儿不得已的选择 你别说了 杀人罪和盗窃罪可不一样 盗窃罪你起码还能留条命 你女儿还有个叛徒 你有没有想过 说 你要是死 别说了 你女儿怎么办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怎么叫你混蛋 我不配当个父亲 我更不配做小弟的爸爸 我说实话 我从今才开始说实话 我开始都是撒谎 都是在撒谎 我根本就没有杀后白鱼 我没有傻的 都是裴洞 裴洞这个王八蛋 以我女儿威胁我 他让我这么说的 裴洞这个王八蛋 他就利用这一点恐慌我 威胁我 我一定说 我全说实话 好 刘洞 那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清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